使徒行传第27章 菲斯都既然定归了 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 交给玉营里的一个百夫长 名叫尤流 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 要沿着亚西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 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 由马其顿的贴萨罗尼家人 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 第二天到了西顿 游流宽带保罗 准他往朋友那里去 受他们的照应 从那里又开船 因为风不顺 就贴着塞浦路斯被风案行去 过了基利家 庞菲利亚前面的海 就到了吕家的美拉 在那里 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 要往意大利去 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一连多日 船行得慢 紧紧来到格尼土的对面 因为被风拦阻 就贴着克里特被风案 从撒摩尼对面行过 我们沿岸行走 紧紧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加傲 离那里不远 有拉西亚城 走的日子多了 已经过了尽时的节期 行船又危险 保罗就劝众人说 众位 我看这次行船 不但货物和船 要受伤损 大遭破坏 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 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 船上的人就多半说 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 或者能到菲尼基过冬 菲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 一面朝东北 一面朝东南 这时微微起了南风 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毛 贴近克里特行去 不多几时 狂风从岛上扑下来 那风名叫 有拉格罗 船被风抓住 敌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 贴着一个小岛的被风案 奔行 那岛名叫高大 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 既然把小船拉上来 就用拦锁捆绑船底 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割了浅 就落下棚来 任船飘去 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 第二天 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 到第三天 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 太阳和清晨多日不显露 又有狂风大浪吹笔 我们得救的指望又冬绝了 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 保罗就出来 站在他们中间说 众位 你们本该听我的话 不离开克里特 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 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 你们的性命 一个也不失丧 唯独失丧这船 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 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 保罗 不要害怕 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 并且与你同船的人 神都赐给你了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 我信神 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 到了第十四天夜间 船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 约到半夜 随手以为渐进汉地 就探深浅 探得有十二丈 稍往前行 又探深浅 探得有九丈 恐怕撞在石头上 就从船尾抛下四个矛 盼望天亮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 把小船放在海里 假作要从船头抛矛的样子 保罗对百夫长和冰冰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 你们必不能得救 于是冰冰砍断小船的绳子 由他飘去 天见亮的时候 保罗劝众人都吃饭 说 你们玄望忍饿 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吃饭 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 因为你们个人 连一根头发 也不至于损坏 保罗说了这话 就拿着饼 在众人面前 祝谢了神 掰开吃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 也就吃了 我们在船上的 共有276个人 他们吃饱了 就把船上的麦子 抛在海里 为要叫船轻易点 到了天亮 他们不认识那地方 但见一个海湾 有岸可登 就商议能把船 搂进去不能 于是砍断缆锁 气毛在海里 同时也松开剁绳 拉起头棚 顺着风向岸行去 但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 就把船搁了浅 船头胶住不动 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 冰丁的意思 要把囚犯杀了 恐怕有附水脱逃的 但百夫掌要救保护 不准他们任意而行 就吩咐会附水的 跳下水去先上岸 其余的人 可以用板子 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 这样 众人都得了救 上了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